女人连续四年申请美国签证 为了拿到签证甚至不牺牲了的儿子 可像他这样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签证关系以为常一针见血的问道 李红像是被戳中秘密一般 神情窘迫地低下头 随后又声泪俱下言辞激动地表示 自己只是去美国学知识肯定会回国的 你不用怕我不回来 我家有录像机 有彩电 有冰箱 有空调 我什么也都有 我还有个外人和个儿子 千年有我处 拜托 这里是八十年代的上海 美国大使馆门口总是人满为患 他们都是渴望出国的中国人 一句大洋彼岸黄金遍地 让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实现美国梦 申请留学签证顺利到达彼岸后 就黑下来转外汇养活一家老小 如果有机会拿到绿卡便能闲鱼翻身 李红和男生是拥挤人群中 不起眼的一对小夫妻 李红紧张地准备着一会儿的面试 男生抱着孩子时不时安慰他 他们来自广东攀鱼的偏僻乡村 生活一直不富裕 有了孩子后更是捉襟见肘 出国捞襟成了他们眼中 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 这天两人天还没亮就出门 坐上前往上海的绿皮火车 李红已经连续四年被拒签 这次他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西服丝袜和精致妆容 坐在桌上用不算流利的英语 给不苟言孝的签证官 画着一定会回国的大饼 另一边大使馆门外 男生正抱着孩子苦哈哈地蹲在墙跟 不过多时李红便拿着屁纹跑过来 他小心翼翼地把男生带到无人的角落 男生有些焦急地询问 李红没有回答 先是靠在墙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之后抓着男生的手放声大笑 笑到喜极而气笑地如是重负 李红终于拿到签证能赴美流血 而男生则要留下来照顾年幼的孩子 以及偿还因送李红出国而欠下的债务 日子虽然过得艰苦 但总算是有了盼头 只等李红在美国稳定下来站稳脚跟后 会大把大把的美超给家里改善情况 可比美超先到男生手上的 是李红的一封诉苦信 男生虽然心疼李红在外的孤苦无依 但一旦回国就意味着四年的努力白费 他在信中决绝坚定地写下不要回来为了儿子 又过了几个月 男生再次收到李红的信 随信一起附送的还有一份离婚协议 他拿到了美国绿卡要跟男生离婚 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他当即回信表示不想离婚 还祈求李红能快些回国 可李红却从此失去了消息 看着寄出的信被一封封退回 男生再也按耐不住 心里的焦虑和烦闷 决定把孩子交给父母 动身前往纽约寻找李红 此前为了送李红出国 早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还欠下了不少外战 男生在村里做小学老师 微博的工资全用来还债 现在连买机票的钱都拿不出来 更别替办一个需要资产证明的签证 无奈之下他只能跟着 一个墨西哥旅游团偷渡过来 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寻妻之旅 他先根据地址找到了昔日好友的家 阿牧是名画家和一家画廊签了合约 赚得钱能在纽约过得如鱼得水 他对男生的到来很是惊喜 拿出两瓶啤酒庆祝好友的到来 接连几日都为喝水的男生喝得很着急 听到阿牧问李红怎么没来时 男生被酒呛了一大口 男生着急地追问阿牧 知不知道李红的近况 阿牧说上个月在画展上曾见过他 他打扮得光鲜亮丽 与在广州的样子判若两人 身旁还跟着些有钱的男伴 可惜两人只是打了个照面 便匆匆结束对话 男生和阿牧根据李红寄信的地址 找到他所居住的地方 那是一个破烂不堪 臭气熏天的地下室 里面住的人不是混混就是影君子 对中国人都有种天然的歧视 不问缘由的就对男生和阿牧一顿揍 不敢想象李红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的女人 会在这样的环境里遭受到怎样非人的待遇 最后还是一个好心的邻居告诉他们 李红在前几日就已经搬走 妻子的消息突然中断 男生有些闷闷不乐地喝着酒 他怕李红惨遭不测 更怕自己被李红抛弃 几杯酒下肚后男生鼓起勇气 向阿牧坦白自己是偷渡而来的真相 路上遇到劫匪同行 九人仅剩自己还活着 目前他无家可归一无路可去 男生拿出身上仅剩的几块钱 希望能在阿牧家赞助几晚 阿牧很同情男生的遭遇 按着他掏钱的手 可连一晚都还没过 阿牧就把在沙发上 熟睡的男生赶出家门 他快要拿到绿卡了 绝不能让一个拖渡客 破坏自己的人生大事 阿牧略带抱歉的 塞给男生几张现金 头也不回地关上门 男生理解阿牧的处境没在纠缠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纽约街头 手里拿着地图一点点找寻李红的踪迹 但由于语言不通 男生的寻妻之旅并不顺利 没过几天他身上的钱都花个金光 仅剩的一块面包被他分成七份 这是他未来一周的口粮 晚上他露宿在桥洞底下 这一刻他好像懂了 李红心里的辛苦和退缩 人生总是祸不担心 一个流浪汉趁他睡着 偷走他脚上的皮血 男生起身追赶 途中却遇见一个 背影与李红极为相似的女人 男生调转方向一路跟随 意外撞见黑帮火拼 两人一前一后逃进酒吧 男生终于追上那个红衣女人 女人自称阿珍今年刚满15岁 一个有中国血统的美国人 她被男生千里寻妻的故事感动 答应帮男生寻找李红的下落 第二天阿珍开着偷来的豪车 带着男生来到李红上英语课的地方 英语老师也是偷渡过来的 他一向不爱和学生有过多交集 李红是他难得印象深刻的学生 因为曾经有男同学想约李红课后喝杯咖啡 却被他拿着螺丝刀情绪激动地按在地上 男同学的脸上被划出一道口子 幸好李红及时被同学拉开 才没有闹出任命 最终谁也没有选择报警 他们都是签证过期黑在这的 报警两人都会被遣送回国 相互道歉后这件事就算翻篇 不过此后李红再也没来过学校 老师还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时的场景 他正满脸兴奋地扛着一张废弃床垫 他边解释边背着床垫 骑上破破烂烂的单车 摇摇晃晃地朝家骑取 床垫中得快压垮他 可也让他登得更加起劲 幸好男生从老师口中得知李红打工的地址 明天他们这对有情人终于能相见 过去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往后一定是他们的好日子 当晚男生在花洒下洗了很久 又让阿珍帮忙剪头发剃胡子 换上一身西装戴上一束鲜花 来到李红的餐馆向老板娘说明来意 老板娘转身和丈夫嘀咕几句后 把男生叫进了后厨 直到餐厅打烊 男生都没看到李红的身影 这一片是黑人片驱鱼龙混杂 常有毒枭逃犯出没 老板回家时总要随身携带枪支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四周 他们把不明所以的男生带回家 听到他说是李红丈夫后 老板娘忍不住挖苦他 老板娘说起初见李红时的场景 她被两个黑人强拉硬拽地带进草丛 幸好丈夫鸣枪下退两人 李红才得以逃脱 但因为没有身份 他连报警求助都做不到 只能窝在桌下给自己一点慰藉 后来李红在店里工作过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离开了这个片区 上一次老板见到他还是三个月前 他正和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起 男人是附近洗衣店的老板 两人走在一起时对李红很是殷勤 男生听到李红的遭遇有些不可置信 之后老板娘交给男生一个行李箱 那是李红病重失托给他代为保管的 我最贵重的东西就在里面 拜托你 男生将行李箱带回去 坐在床边犹豫了许久才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他给男生准备的西服 还有几个给孩子的玩具 拿开西服后男生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 下面是已经生躯发烂发臭的披萨 男生止不住地泛起酸水 冲向厕所好一阵干呕 他不敢相信李红出到美国时 过得究竟是怎样的生活 才会把一块平平无奇的披萨 如珍宝般放进行李箱里 第二天男生根据老板给的线索找到洗衣店 男人表示是报纸上的征婚广告 让他有机会认识李红 两人一见面 李红就开门见山地说 李红长得貌美又有才 男人当即同意他的提议 可没想到不到一周 李红就带着彩礼和洗衣店的所有收入跑路 男生听着男人的话浑浑噩噩地走出洗衣店 随后像受了巨大的打击一般晕倒在马路上 醒来后的男生找了家餐馆 大口大口地吃着东西 阿珍在对面好言相劝 别再找李红了先活下去吧 男生依旧一言不发 但内心已经开始改变 为了活下去 他用几个不成句的单词 帮阿珍招揽顾客 这样的日子没过几天 他就有些崩溃 他放不下作为教师的尊严 也放不下此生唯一的爱人李红 他在美好与现实中反复挣扎 想通过回家达成内心的平静 母亲的话 一如当日自己对李红说的那样 男生走出电话亭 看不到美国哪里有黄金 也看不到自己哪里有未来 阿珍陪着男生经历一遭后 对人生与生活有了不同的感受 他告别男生去追寻想要的未来 男生则留在纽约找了一份送餐员的工作 这天送完外卖回去途中 一道熟悉的身影闯入眼中 他不可置信地回过头 日思夜想的李红竟突然出现在眼前 两人握住双手喜极而泣 李红把男生带进自己租的公寓里 桌上一家三口的合照让他有些欣慰 一个空房间里还放着李红捡来的床垫 还有很多礼物不过都在搬家时不小心弄丢 男生借机问他怎么不把搬家的事告诉自己 可李红却突然情绪激动地反问 无论怎样都好 现在两人能再相遇便是最好 男生抱着李红终于找回了心里的温暖 可隔天李红却像变了的人一般 不仅完全不认识男生 还大骂男生是个美种的知耐人 说完气势汹汹地摔门而去 男生不明所以急忙追出门 却在路过客厅时看到了 李红口中寄出但没有回应的信 之后男生跟着李红穿过几个街区来到唐人街 李红正缠着不同的老人骗取钱财 男生这才明白李红已经神志不清精神错乱 他走上前去阻止李红继续骗人 可李红却突然发疯 争执之间竟用随身携带的小刀捅伤了男生 男生缓缓倒在血泊中 倒在缩小版的自由女神像底下 手上还攥着一家三口的合照 李红走上前拿起照片 边喃喃自语着男生 边朝着公园外走去